要得到的,也许刚好你们老板希望看到说 你帮我统计一下 这个资料里面最常购买哪一种设计类杂志 年龄的报表让我知道一下 最好是给我一个视觉化 我就知道说哪一种年龄 他们最喜欢买哪一种的杂志 这边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当然年纪越小的 他会集中在哪里 比如说年纪小的 他空间设计好像会比较有兴趣 然后呢比较中间16到30岁的话 你会发现他比较有兴趣的 这个地方广告设计比较有兴趣 那再来的话31岁到3岁 好像也是广告设计 所以广告设计 似乎在那个中间年龄层 比较多人购买 然后呢46岁以上的话 比较有兴趣应该是平面设计 跟包装设计 那当然可以从这个图上面呢 就可以一目了然 那还有不同的类别啦 那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得到像这样的一个图表的话 那当然首先你需要先把那个报表先做出来 才有办法绘制出这个图表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总共应该也是会有两个栏位啦 两个栏位 第一个栏位是什么 最常购买哪一种的这个什么呢 设计类杂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栏位资料 那你会发现 这个我先把它删掉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栏位的话 这边有一个K栏 K栏的话呢 其实里面就会有一个栏位 里面的话就最常购买哪一种杂志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年龄 这边有他最常购买的那个 就是设计类杂志的这个类这个名称 OK 那如果说我要做两个栏位的分析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假如我们的需求 这个为主 然后呢为辅的话就是他的年龄 所以哦 假如说我要得到这个图表的话 那其实呢你特别注意 主要的请你放在列 次要的放在栏 OK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是什么 可以把这个资料 第一个游标放在这里面插入什么 枢纽分析表 然后按确定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那你就分析说 那个我要的是最常购买的那个杂志的那个栏位 所以把这个主要的放在列 OK 那你会发现 他会帮你把那个 所有的设计类杂志都帮你列表 列在这里 有没有剔除掉重复的啦 其实就有点像移除重复 帮你把它群组在一起 然后并且帮你按照什么 笔画排序 所以你会帮笔画少的在上面 笔画多在下面 然后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栏位是年龄 所以把年龄放在栏 OK 那再来的话呢再把年龄 再拉到值 因为我要统计它的数量 所以数量的话放开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他就会帮你去计算说 哪一种年龄他喜欢最常购买的是哪一种 他是帮你计数 所以这个数量都通通出现了 OK 另外顺便讲一下 这边好像有同学之前有问到一个问题说 如果老师这里面 如果是空值啊 那可不可以帮我补零啊 其实这边是可以帮你把它那个 空值补零的 不过设计的话我印象中好像你变成说要 在这里找到一个功能 这功能的话 他这个应该是在什么呢 选项我印象中在在选项里面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范围按右键 然后按右键之后的话呢 他会让你看到有一个选项 若为空白储存格的话 预设是显示没有东西 但是你可以把若为空的 你可以显示为零 按确定 他就补零了 这样看起来这个报表才不会怪怪的 感觉好像有些地方为什么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你补零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个很奇怪的 所以按右键 这边的话有个什么 苏纽分析表选项 关键的地方 然后呢 选项里面的话 找到那个若为空值 就帮我补零 这个地方 OK 主要是这个零的地方 苏纽分析表选项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做完之后 主要资料 然后计数之后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资料 帮我怎么样 绘制出枢纽分析图了 图的话其实很简单 因为是直条图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 就会显示在 我把它显示在下方 或者你按右键 可以怎么样 按右键 旁边按右键 然后呢 可以把它移到图表好了 另外独立出一个新的图表 不然的话 混在里面 感觉这个 有点 这个比例上面会比较窄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底下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主要的 次要的话就是年龄 那可是我假设 希望能够看到最后 第一个啦 这个字可以放大一点点 然后呢 图例的部分呢 诶 可以怎么样 就是把它 诶 放在那个什么 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显示预设 好像是放在 一般都放右边 那如果把它放上面的话 那并且加上一个标题 另外还有多一个东西 多个什么 诶 这个叫 这个应该是 诶 复轴的一个标题 诶 那怎么加上去 所以哦 请各位 先把这个 图先画出来 那待会的话 也许我们就 变更几个地方吧 包含就是说 底下这个地方 字把它放大 然后把图例 放在 由右边放在 左边 然后增加一个 主标题 然后增加一个 坐标轴上面的 一个标题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 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可以画什么 画那个线 有没有 你会发现原来 这个绘图区上面是 没有这个隔线的 那如果你希望 他在看资料的时候 比较能够对齐的话 你其实可以在 那个坐标轴上面 也可以绘制这个框线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部分先完成 我刚刚的重点 第一个 先把这个资料 就是利用那个 樞纽分析表 拖拉最常购买的 设计类杂志 年龄年龄 然后补零一下 然后利用这个资料 绘制出图表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